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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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底 日本北海道碰上了50年來 威力最強的暴風雪 如果當時您也在那兒 還能做些什麼事呢 其實是下午兩三點很黑 這是下午兩三點的狀況 其實當時因為開始出 因為後方出現暴風雪 所以整個天色看起來 非常陰暗的原因 甚至環球場都開燈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這時候已經天黑了 其實這個時候是下午兩點 然後因為後方出現暴風雪 所以這裡非常的冷 最冷的一年 我們整個遇上大風雪 真的第一天還好 然後一直到後面 一天比一天的冷 到最後已經體感溫度25度以下 因為一直在刮風刮雪 然後只要出去一下下 你頭像全部都被雪蓋起來 但那種狀態下就是 要只有穿著比基尼 我連雪褲啊外套都沒有穿 然後拿著雪板在雪裡擺出 很陽光的那種 那種笑容的時候 其實內心是非常的 是非常掙扎的 因為那個風雪掛到皮膚上 已經不是只有冷可以形容 已經是刺痛 然後會讓你腦袋一片空白 只覺得啊 好想要衝回房子裡喔 真的假的 那在這樣的溫度下 衣服穿這麼少 是什麼樣的感覺啊 麻木沒有感覺了 我覺得那時候好像還比較 拍得比較順利 因為可能已經 皮膚已經有一點 沒有感覺了 所以後來就覺得 啊反正都這樣 然後但是後來 就發現皮膚都是紅的啊 腿都是紅的 肚子都是紅的 然後摸一下 就開始覺得好像很痛 他是江莎娜 大家常叫他莎娜獎 這次會這麼瘋狂 願意跟著攝影師周明鏡 以及造型師林金彤 僅僅三個人 就跑去北海道 挑戰超級衝突的唯美畫面 莎娜獎其實很有自己的想法 那因為我本身很喜歡 比基尼的陽光健康的感覺 所以我也拍了很多 比基尼相關的挖牌作品 那台灣的海邊 也去了非常多地方 但是拍久了總覺得 希望有一些創新的 就是活力的感覺 所以後來就想說 來挑戰看看 學弟裡的比基尼 的確台灣寫真集市場 在2000年前後 是最熱門的階段 當時不論是個人專輯 或是在國際中文版上 展現魅力 許多人的寫真銷售量 都能沖上六位數字的天亮 但後來 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 最高的可能只有兩萬多本 任何人想要再獲矚目 寫真話題 一定要夠有吸引力才行 要滾嗎 不只沙拉獎要忍受寒風刺骨 她是周明鏡 是這一次的長鏡人 別以為她穿這麼多 就不會有太多問題 其實很多痛苦 都是在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之後 我趴在雪中我也動傷 像我從手指一直到全身 因為當時我趴在雪中 那其實趴在雪中 其實跟趴在水中 是一樣的意思 而且因為你身體有溫度 所以你的溫度會讓你的血溶掉 然後水會滲進身體裡 所以你就算穿著雪衣也沒有用 那水滲進到身體之後 又立刻解凍 所以我身上幾乎全身都動傷 對 從身體正面到背面都是 還好我都沒有動傷 我都這樣曉得老師 全身都動傷了 其實啊 我這次去北海道呢 其實我們的拍攝活動呢 我的工作部分算是蠻輕鬆的 因為下雪天 天冷 比較沒有脫妝的問題 所以我是全新生裡面最輕鬆的 我只要負責化妝 側拍 側路 還好平常也都是美美的造型師 可以幫忙在一旁記錄這難得的影像 但對周明鏡來說 回台灣之後可不是放鬆的開始 反而是另一種的大挑戰 在下雪的狀況其實基本上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在下雨的狀況 注意看模特兒的眼睛 其實你看起來 它現在是像霧的狀況 這是正常的 因為其實就像下雨一樣 你在雨中拍攝的時候 其實在前面 前方如果有雨的話 其實基本上會讓你的東西產生一些模糊 可是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後製軟體 都可以去做一些修正 這張照片拍起來 它會看起來非常的陰暗 沒有顏色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調整呢 第一個部分 假設我們像是要做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會先 把亮度調高 先把它亮度恢復到正常顏色 好 這時候你會發現 OK 人物的亮度回來了 人物的亮度和顏色都回來了 但是這時候我們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覺得它的那個 細緻度不足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可以將它的鮮豔度再調高 甚至是飽和度 清晰度都調高 你就會看到這張照片 其實明顯的 跟原本不一樣的地方 像現在大家可能會看到一些 比較簡單的一些手機軟體 類似一些美圖的修 美圖啦 或是一些我們剛剛說的一些 網美他們常常在用的一些 修圖的軟體 手機修軟 其實它也是同樣的原理 它只不過去加高一些 像清晰度啦 鮮豔度啦 飽和度這些東西 甚至去加強一些亮度 你發現這兩張照片 只要經過調節之後 它的氛圍和感覺就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不要太容易輕易放棄 一張好的照片 的確 不要輕易放棄 失敗跟成功 就看自己如何掌握 總介紹的性感 這樣很空耶 性感是不是很軟啊 好